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2月25日,美斯登顶西甲射手榜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,西甲补赛,巴塞隆拿主场三比零 兴取来访的艾尔茨,美斯今次梅开二度就敢拿着18球的成绩 反超苏雅雷斯,暂时登上联赛射手榜领先位置 同时,这个是美斯在西甲联赛第148次的梅开二度 今个赛季的联赛,美斯,和苏雅雷斯完成梅开二度次数最多,达到5次 另外,美斯进入2021年以后,各项赛事已经攻入13个球 这项数据亦在欧洲五大联赛之序 在其后面的是12个球的利云道斯基,以及10个的夏兰特 尽管大胜艺已轻,但巴塞在上半场踢得并不顺畅 据统计,巴塞上半场仅有两脚射门,全部由特连卡奥完成 这个是巴塞今个赛季各项赛事主场上半场的最差数据 你听着的在安波足球快讯,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,世界足球花水 M直播提供英超2-8-NBA等星赛足球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查载M直播,随时随地看好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